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且还把他直接从空情调成地情 那为什么原因呢 其实10月12号高雄市政府 就已经到高雄坤公司来劳检了 但是就在劳检的隔天 10月13号马上公司就把他拉班 约谈 然后开评议会 评议会之后连的会都没有开 就马上把他调职 调成地情人员 那我们其实很不晓得 为什么公司要用这么快的速度 处理我们的工会幹部 因为他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 是 潘家若在罢工的时候 从高雄动员的两台游览车的主员 来支持罢工活动 可是 显而易见是 公司也很清楚的知道 潘家若是我们荒康企业工会理事 也是空服员职业工会的会员代表 既高雄办公室主任 公司知道 他其实是对我们工会来说 很重要且很有影响力的工会干部 所以他就针对这种小事情 公司大体见 工会活动 要求 合理的工作时间 公司也随后就约探我 并且揭露我给书上的发文 说我破坏劳资和谐 严重的华科的解雇 当时的老婆知道这些事情之后 他只默默地跟我说一句话 好像我怀孕的时候 你都会出事 我真的无话可说 其实一路走来 我只是将我今生的体验 让我看到的事情说出来 可是这个国家我不知道怎么到 从上到下 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我不愿意真正解决问题 现在就算我们裁决申诉的人 公司依然违法、约谈、陈储 甚至解雇我们 因为对于一个年收破千亿的公司 劳动部的重罚三万 就像一只文字钉在大象身上 就痛苦